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 这一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座藏北交通枢纽,邦哥 以及我们旅行者最关心的时速情况 同时也会带大家一起领略西藏最有名的纳曲锅庄物 下面,将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吧 邦哥县城位于藏北高原纳木措、瑟琳措两大湖泊之间 这里海拔4800米 由于念青庞古拉山脉的阻隔 印度洋的潮湿空气难以进入 因此这里空气稀薄,寒冷干燥 周围温差大 年平均气温只有零度左右 海拔4800米是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这里的海洋量只有内地的60%左右 你在内地的低海拔地区吸三口气的量 到这儿就得吸五口 不过这么想的话 到高原地区还有助于活动一下肺部 也是一种不错的运动的哈 邦哥是中国石化对口园间的县城 中石化从2002年开始援助邦哥县 到现在投入的援助资金有4亿元左右 这里标志性的援建项目 就是投资将近4000万援建成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邦哥县中石化小学 以及邦哥县城的两条主干道 一条是我们现在正走着的即将扎西路 另一条就是幸福路 有意思的是 虽然邦哥是中石化对口园间的县城 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没有看到中石化的加油站 而是只有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 顺带一提 在这里加油可是要排大堆的哦 在邦哥县城东边 就是江龙取马师底公园 在公园的东北角 正见着一栋栋特色的藏民居 房子外墙上面彩绘的图案鲜艳夺目 极具藏座特色 漂亮极了 不知道这些房子建成后会用于商业用途 还是居民住宅 欢迎有了解的朋友能告诉我们哦 在西藏 如果从拉萨出发 无论走阿里北线 还是走阿里中线 邦哥都是必经之地 他在这条越来越热的旅行线路中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祝福这座城市今后有更广阔的发展 邦哥县城的住宿 按照房价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是纳姆座宾馆这样的 房价在五六百元 第二类是邦哥大酒店和新津酒店 这样位于邦哥市中心的宾馆 房价在四百元左右 新津酒店我们也去看过 房间面积少小些 第三类是邦哥大酒店里面的低下房 房价是280元每晚 当然 县城还有别的价格更低的酒店 我们本着经济实惠的原则 定了邦哥大酒店280元每晚的房间 邦哥大酒店位于邦哥县城的中心位置 酒店后面有免费的停车场 后院还有演艺厅 有时候这里有演出可以看 广场上有一组雕塑 很吸引人 询问过酒店的工作人员才知道 这组雕像中 站着的是念青唐古拉 坐在那凝望远方的是纳姆措 在藏族人民的心中 他们是一对神仙爱侣 共同守护着美丽辽阔的藏北枪堂草原 在这边 雕像东侧的建筑是文化传承所 门口挂着纳姆措民间艺术团的牌子 与其对应的雕像西侧是飞仪馆 昨晚出到邦哥 去欢聚葬餐吃晚饭 因为现在邦哥不是旅游旺季 在餐厅内吃饭的都是本地藏民 我们先要了一大瓶苏油茶 苏油茶是藏族的日常饮料 是采用牦牛苏油 砖茶 牛奶等原料 放入苏油茶桶 上下不停地搅拌 等呈现乳状就制作完成了 苏油茶还有很高的热量 味道甜咸 醇香可口 虽说多喝苏油茶对缓解高烦有一定的作用 但可能有些朋友对它的味道不是很能接受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一家的话还是很喜欢喝的 点餐时 看到隔壁桌四位藏族姑娘点了炒面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于是我们也点了两份印度炒面 炒面里有毛牛肉 胡萝卜和青椒 吃起来的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此外 我们还点了咖喱套餐 只是这里的咖喱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辣了 建议朋友们还是选别的套餐吧 第二天中午 我们又来到这里吃饭 老板看我们是回头鹤 客人又不多 就过来和我们聊天 女老板名叫卓玛 卓玛告诉我们 她丈夫是邦哥本地人 虽然小时候没读多少书 但她人很聪明 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婚后 随着邦哥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夫妻俩在县城租了个门两 开了个葬餐厅 凭着夫妻俩的努力经营 目前他们也就在拉萨买了房子 到了每年的11月份 这就几乎没什么客人 他们就会离开邦哥回拉萨去了 因为邦哥这里的害怕实在是太高了 孩子们长期住在这里也还是不适应 他们就趁着这段时间回到拉萨 陪孩子几个月 到来年的4月份 他们就会再回到邦哥 继续经营地参观 顺带一提 邦哥大酒店赠送的早餐 虽然收不上丰盛 但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下 没有餐厅温暖你的身体 滋润你的肚子 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这集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下一集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著名的郭庄武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们哦 Spring Skin 好 沙曹 或者一个咨营 休门 一会儿 摩 från 越来